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15号星期五 之前我们说过纽约州的桌长 Cumor Cumor向全美国发出警告 说纽约发生了一种小孩 得了新冠之后的一种 这种叫什么综合性的一个疾病 要全美国都要注意 那么今天美国卫生局今天发出警告 向全美发出警告 说已经确认了有一种在儿童身上 出现的非常罕见的 却可能致命的自体免疫系统的一种症状 据信是与冠状病毒的有关 现在还不确实 但是普遍发现的 都是在得了冠状病毒之后 才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CDC暂时将这种病 称为叫小儿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最后到底怎么叫 现在也不知道 反正因为这怪病第一次发现 先这么说 CDC要求全美的所有的医劳提供单位 应向所在当地各州 各自治领土之卫生部门 通报所有的疑似病例 只要因为是一次就要通报 那说小儿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会引起发烧 引发重症 导致需要住院治疗的多重器官的发炎 纽约州现在已经通报了超过100起这样的病例 只像我们说80多起 现在其中有3人就病故了 应死了3个 还有一个3岁 一个7岁 一个18岁 医生表示 患者会出现的类似叫川奇症的 这么一种的这种病症 川奇症会导致全身的血管肿胀引发的剧痛 纽约的科恩儿童医疗中心的小儿科医师 反应之后再杀死自身细胞 有这么一种感觉 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引发这个情况 那么树德他现在推测 就是医师他推测 说可能是某种特定人口的基因 较其他人口容易受影响 就是为什么在之前在亚洲没有出现 而到了欧美之后 发现了是欧洲也有 美国现在也有 他说目前尚未获得证实 但是医学杂志柳叶刀有一个来自英国的研究 说说有8名这种的患者当中 有6个都具有非洲裔的加勒比海人的血统 就是说它的就是这种 要不就直接就这种血统 要不就是说是混血 但是反正有这种的非裔加勒比海人的血统 8个里面有6个都这样 但是你也不能说就一定跟这有关 因为还有两个不是了 对不对 我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 会不会就是说亚洲 没有注意这件事情 没有发现 没有及时的检测出来 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这些现在目前来讲 对于病的情况 是不是跟人种有关 也是不是跟基因有关系 还都未经生时都在揣测 这些医学专家 还有医学大致也都在揣测 我们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应该引起注意 我觉得中国方面也应该引起注意 会不会是不小心 就是说把当穿皮病治 或当别的病治了 没有认为是这种病 现在既然出现了之后 引起重视之后 看一看 有没有可能在中国也有 只不过以前 因为这个病还比较罕见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来 是吧 如果有的话 那就应该去思考 到底怎么做 是吧 好吧 那直信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